专门平安 欢迎去看国民大会 我是王浅秋 今天大家关注一件事情 其实政坛人物 最近有点怕过生日是不是 生日会不会收到 像郑文蔡一样的生日礼物 大家在问阿伯 国立生日过了 农历咧 我刚才特别问蔡壁如委员 算一算 农历也过了 但事情好像还没有过 今天爆出来最新的消息 是金华城的案子 因为容积暴增870个百分比 所以涉嫌土利减掉 下个礼拜就要约谈谁 他的前副市长彭正深 据了解 因为他的律师请假 什么等等的理由出国了 所以会另外跟检调配合 约时间再做调查 那黄国昌听到这件事情 就回应了 怎么检调再做什么事情 自由时报都这么清楚 开玩笑 内阁名单 最清楚的就是自由时报了 他说法务部长说好的 侦查不公开 开玩笑 从来没有真的不公开过 王定宇也跟着说 彭正深 只要好好如实回答检调 应该不会有大碍 这个是在窜 窜某种压力吗 跟彭正深喊话说 你只要好好说话 就不会有大碍 没问题 然后如果没有好好说的话的话 那就点点点 但是谁会倒大眉 然后很酸 他说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彭正深有些说法是来自于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简淑培说 从五月底六月初左右 是彭正深主动跟他联络 说不想背黑锅 他所有的都市计划都是自己签合 除了金华城案 是柯文哲亲自签 要自创容积给20%来做奖励 所以彭正深这些说法 他特别强调说 简淑培的确跟他通话 但是简淑培是加油添醋 根本没有提到金华城案 由柯文哲亲签的事情 总之这些文件的亲签 现在发生的问题 柯文哲名字在这里 到检调单位的时候 去调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尤其这些什么亲签 简淑培还说 唯一打脸说谎的 有各种专家学者咨询会议上的 都市变更计划案 都可以作为佐证 原知你怎么看接下来 在这个光是金华城的案子里 恐怕也很难善聊 我觉得检方最后 一定会约谈柯文哲 因为检方办案是这样 他都会先去调一些资料 然后约一些旁边的证人 什么之类 最后才会去针对 他要调查对象来约谈 那柯文哲最后是 检方要约谈的人 那目前已经去跟 他们已经跟台北市政府 调过资料 都法局已经提供相关资料 那下周彭震生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还是要 有几件事情要讲清楚 因为金华城大家 最近大家讨论很多 金华城比较特别的是 他那个地方本来农积率是560 然后后来台北市政府 就柯市府后来给了他 给到840的农积率 840是全台北市 农积最高的一个建筑物 101大概才700多 金华城为什么可以得到800多 其中有20% 就是560到840里面 280里面的20% 是那个公文上面讲说是准用都市奖励条例 准用都市奖励条例 等于是这个20%是台北市政府给金华城的 可是像今天 像游淑慧就有指出来 游淑慧他是金华城调小组的召集人 他说这个案子在审的时候 实际上有很多委员认为 不应该给这20%的农积 觉得金华城当时提出 他自己提出这个计划 说要换取农积的一些作为 那些作为是本来他就应该做的 你不应该把你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拿来跟市政府要奖励 所以这个20%的奖励给很奇怪 然后有时会讲 就是说当初比较反对给20%奖励的这些人 这些委员后来都被 后来就没有再当委员了 没有被续聘 就没有被续聘了 那没有被续聘 然后最后可能开了几次会之后 这个20%奖励就这样给出去了 就给出去了 那这样给的到底有没有问题 就是所谓的释法性的问题 公益性的问题 以及对加性的问题 好 那跟柯文哲有关的部分就是 那柯文哲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你指示的 你要去说清楚 为什么会扯到彭震生 因为彭震生就是 这个都市审议的召集人 那彭震生就要去说明说 这件事情给20%这件事情 是小组的讨论的结果 大家都认为应该这样子给 还是其实是有人交代 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像简直为那些 当然民进党的 当然就会认为是 指出是柯文哲 就会去讲说柯文哲就有交代 你看而且很奇怪就是 以前这种都市审议的会议 都是副市长 觉醒 为什么只有金华城 是唯一 由柯文哲直接盖章 所以柯文哲你又没有 特别想要对金华城好一点 那这部分有没有牵涉图利 这接下来就是 检方要调查的重点 如果柯文哲这个部分 讲不清楚 然后又被检方认为说 这个确实有图利 你这20%不能给 然后你又要公务人员给 然后你在中间 有调整一些行政措施 好像就要让整个市府 往给的方向去做 那你就会有问题了 但是不会在他生日 因为目前 彭政生都还没被约谈 所以等着要约到柯文哲 应该还要一段时间 不过柯文哲的说法是说 我犯罪吗 这有犯法吗 我徒利 徒利有犯罪吗 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对价关系 就法律上如果真的 给了不合比例的条件给厂商 有没有拿到好处 这个是重点 公务员有没有涉及违法 或者是徒利的关键所在 那所以大家可能要查金流 可能要查利益 有没有纠葛 跟威京的关系 一再的被查出来 包括了这个自由时报 今天特别爆 跟中工 中工是什么 中华工程公司 是威京旗下的子公司 那么柯文哲过去 在担任法人代表的 台湾新故乡智库协会 有监视葛树人 也是威京旗下的 这个公华工程的独立董事 那他特别发出声明 从没有介入金华城一案 从2018到2019公开说明 金华城的案子 他完全没有参与 也没有印象 当然还有另外一关键人 就是现任是公务局局长 过去在柯时代是 都发局局长的 这一位黄一平 他也在威京旗集团旗下 这个中工当过董事长特助 那他强调整个金华城容积案的过程 都是他回任台北市政府前 也在撇清关系 都是我回来之前处理完的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在过去时间看一看 从2021是中工董事长特助 到出任都发局长 时间点 金华城是在2021年 通过了840%的容积奖励 当中有没有关联 那当然这个最近的新闻特别多 刚刚最新的消息还有爆出来说 在被审视整个财产申报的内容里 就有家厂商叫乐生 那公开里面申报里面说 有500万是给乐生 乐生还郑重其事的发了声明说 我们从来没有收过这笔钱 那当然柯文哲太太 陈佩琪这边很多发文 也都一直被检验 那例如呢 他还说我要寄生 看看民众党里面 有没有什么基金会或协会 在他退休以后 因为需要用钱 因此很多争议 是要当代主席吗 还怎么寄生呢 这好像还是跟蔡碧如委员 同场的一个场合里面讲的 那法务部长最近跟柯文哲 不起而语 不知道有色色发抖吗 但是呢 柯总部跟木可这家公司 1300万的授权金 最近问题也被爆出来蛮多的 不管是什么四叉猫等等 民意党的供给里面 都有这家公司 因为呢 包括有什么客服力顶行销 拿不到什么各种的款项啦 制作柯文哲小物的厂商 拿不到钱啦 那最近报的还蛮多的 说去澄清也都没有下来啊 当然这家公司最后有 最新刚刚发出来声明说 没有这完全是误传 但这家木可公司 1300万就可以把整个 柯文哲的肖像权 授权给这家公司 理想自己都没有说 肖像权全部卖掉了 这个情况不会太不合理嘛 我才比如前委员 你跟柯文哲的关系 你一定非常了解 当中是怎么回事 木可跟他的关系 还有这个案子 当时你在市府吗 金华城这个案子 基本上我到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就一直有在讲 那最主要是因为 当时柯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也是 应该是都法局收到 监察院的一个纠正 当时就是392的容积率 然后他是认为说 这个程序不符合 所以其实前几天 我有碰到一个 就是这个金华城的一个前员工 还蛮高级的一个员工 因为后来他就离职了 因为个人的事情 然后他在谈论这件事情 他是说当时 柯市长到台北市政府去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也是收到都法局的一个 收到监察院的一个纠正 就认为说这个金华城 他的程序不完备 所以他的容积 应该是从392变成560 所以他们后来 其实就去要跑 把这个程序跑完之后 事实上到560的容积率 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认为最后是840 对 这一段 因为我到560那个时候 我就2020年 你也不在市场 对 我就没参与了 刚好前几天听到 他的前员工这样子讲 后面他是说 因为这个 其实都审他都是委员合议制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是 看是副市长彭正生要出来讲 还是说 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过程 其实他说都审通常在台湾 是一个很冗长的一个省力 但是没有特许是不可能 有人提出来这种 又会条件到这个程序 对 就是省了很多年 所以说这个中间的变化 应该要有人出来把它讲清楚 这个是那个 大概就是都审 前几天我碰到一个 他前员工这样讲 跟威京的关系呢 就是说他是他之前的 也有点类似他的律师团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392的 这个容积率变成560 这个那是因为程序不完备 所以被监察院纠举 所以这个部分好像给他560 好像也没有人有对这个有意见 那后来他说说我也不知道 就为什么会变840 所以应该要有人出来讲 至于刚刚讲到两位 一个是独立董事 我印象中 那个台湾新故乡智库 应该是柯文哲市长 卸任以后才成立的一个智库 对 就是 所以他的一个独立董事 应该是后面的事情 那黄一平是这样 黄一平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他事实上他是台北市公务员 他原来是公务员 事务官 对 他就是一个事务官 当时也做到那个 好像是公务局还是杜瓦局的副局长 那后来因为好像是说身体的关系 身体不好还是怎样 就提前退休了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之后 后来就为什么会传出 他去任中工的总市长特助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他后来又回任来 回来当杜瓦局局长的时候 台北市柯昏哲的任内 他的领选人才是这样子 不是市长什么清签勾了一个人 都不是 他会有两阶段的一个争选 第一个是对外要公告 因为他们台北市他希望 其他县市比较优秀的人才能够进来 所以进来之后 基本上是都花局 他们又组一个临选的小组 然后就去票选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像现在是这样 十指等以上 在柯文哲市长任内 十指等以上的官员 他会有两阶段 一个是局里头票选 另外一个就是会送到市长室 市长室 大家都知道柯文哲长 有七点半开会 那也要他同意 他愿意 也不是只有他同意 就是进来之后 当场开会的一些长官 也是同样票选 包括你在内吗 当时如果我在的话 我就会有投票权 但是因为黄一平 在回来的时候 你也不在了 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我只能跟你讲说 柯市长任内 十指等以上的官员 他会有两阶段的一个征选 所以不会是 某一个人去亲牵说 黄一平要让他去当 不然至少牧口公司 你也有听过类似像 账目不清 有些账目没有起付的问题 跟你抱怨成型过吗 牧口公司 牧口公司是这样 今天有一个记者跑来问我 有一家小公司 但是因为我没有印象 就是我去年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小物 小物当时就是希望 大概当时可能 柯主席的竞选总部 都授权给这个牧口公关了 所以年轻人就会有一些发想 有做了一些小物 那也期待在牧口的网站上面去买 但是好像是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种纠纷连你都接到了 去年是有一对年轻人来 但是对我来讲 因为我选举在忙 我当时 其实你去看我的脸书还有 我还帮他发脸书 我的态度就是 因为那样是没息 所以用发脸书来跟党中 不是没有 没有抗议 当时是因为 就是年轻人做了一些 有创意的小物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 帮忙帮他推卖一下 因为选举的时间 所以就是当时 有帮了他 因为今天刚好 有一个报的记者 又提起这件事情 我说其实我已经忘记 那一家公司 但是我记得 有这样的一对年轻人 原汁我知道 这个秘如姐不好讲 你看起来这些账目 一再像连财产申报都被检验 人家公司还公开的发声明 说我没有收过这笔款项 他那个是柯文哲竞选总部的 政治现金的申报 现在被人家检视说 他政治现金有没有乱花 然后跟那个厂商关系是什么 然后就被指出来说 跟几家关系 几家公司的关系比较特别 一家叫做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你听起来 就跟柯文哲关系很大 因为他叫木 柯可就是柯 然后你去检视 就是柯文哲政治现金 其实有很多钱 都是给这个木可公关 那有几笔 大家是觉得比较奇怪 比如说有一笔叫做授权金 授权金理论上 那个浅秋比如说今天有人要用我板桥叶师傅的肖像 我授权给一家公司 那是我要给他钱 还是他要给我钱 当然是他要给我钱 对不对 因为我授权给他 那他开发成商品 而且有使用期间等等的限制 对 然后他把商品化 卖出去收益归他 但是他要给我授权金 因为是我授权给他 但现在倒过来 现在倒过来 现在是柯文哲授权东西给木可公司 但是柯文哲还付一笔授权金给木可公司 就很奇怪 这个科办民众长有解释 民众长说其实那个不是授权金 那个叫做作业管理费 就是说柯文哲有很多柯文哲的竞选小物 什么什么的 然后木可公司有帮他们在整理 然后有帮他们做一些行政作业跟管理 所以那个不是授权金 那个是管理费 好 那第一个 为什么你要写成授权金 这很奇怪 第二 如果这些东西你叫他管理 你付他钱 那这些小物 卖出去之后的钱应该要给谁 应该要回到竞选走部 当做竞选支出 对不对 竞选的费用 结果也没有 因为今天那个谁 吴达伟有出来爆料 就说那些东西 衣服什么小物卖出去之后 钱还是给木可公司 为什么 就很奇怪 理论上来讲 你是靠这个东西是募款 你最后募到的款 还是要回到竞选总部 来当做竞选经费 没有 钱全部都给木可公司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好奇 就是你这个政治现金 怎么会这样子花 好像特别对这个木可公司 特别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石乐 石乐是另外一家 活动公司 对 活动公司 那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也有爆一笔 说500万的宣传费用 给石乐公司 结果石乐公司发声明说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做任何柯文哲的广告的工作 但问题是柯文哲那边有报这500万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罗生门 就是你有报这个支出 可是厂商说没有帮你报 还公开都发到声明了 还公开发声明 好那这500万是怎么来的 而且很奇怪的点在于说 像因为我也选举过 比武姐也选举过 我们最后在申报那个政治现金的时候 你要报这笔支出 你要有评单 你要有发票 你要收据或发票 可以发票的开发票 收据的收据 那你 人家如果说没有做你这笔生意 那你哪来的单据 你怎么会有它的发票 这可能有各种伪造文书等等的疑虑了 就很奇怪 然后再来那个 陈佩琪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陈佩琪他是自己 今天有po脸书道歉 他说他有用别人的名字 开了一家咖啡厅 然后那个咖啡厅 因为创业维艰 所以他又用了民众党的地址 当作地址 后来就被他质疑说 你这个是不是借人头登记公司 所谓的寄生 寄生 其实 然后他说寄生一下民众党 然后他有用别人的名字开 其实别人名字是谁你知道吗 是他儿子 是他儿子 然后所以出来监道歉 他说他不知道你要维华 那当然这一切的一切 这都是大家的质疑 我觉得民众党 还是要把它说清楚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民众党会有点伤害 什么伤害呢 就是因为柯文哲以前 他把自己的道德 就是讲得很高 就是说政商关系就是 拿着刀叉吃人肉 然后或者蓝绿都不OK 只有他是新政治 可是你标榜这样新政治 跟钱跟什么都 似全台如粪土这种感觉 可是你看你光一个 政治现金的申报 然后就被大家 找到那么多奇怪的毛逆 那对于你过去标榜的 高标准 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质疑 所以接下来 我觉得他还是要做危机处理 把这件质疑说清楚 否则如果只是扯东扯西 然后去骂别人的话 我觉得并没有办法适宜 我觉得我刚才起来 现在叫做形塑一种氛围 各种的角度 不管检验他的申报 或者是检验他过去的案子 在市府期间所经手 签署的案子 都是一个联合动作 整个组合权 现在正针对柯文哲 全面检验中会不会过关 不知道 就看接下来检调的动作 但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在新北的选局上面 李四川被吴志佳说会有危机 因为现在李四川 到底要不要选 这都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吴志佳认为 如果民党派郑立军出马 选新北的话 李四川一定败吗 这可能他的民调基础 我看到另外一民调 好像不见得是这样 重点是 2026新北对于赖心得来讲 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新北拿下来吗 台北拿不下来 新北要拿 如果国民党拜主席会下台 新北就会是一个前哨战 需要可靠 可掌握的人 所以不是出桥会的意思 所以薪资比部长高 还招什么 性交易等等 这是谁 谁自己说的呢 林非凡 他很怪异的是 深夜突然发了这个文 就突然讲了说 我报案了 有假账号 一直在操作说 我是蔡英文跟李登辉的师生子 还说我跟中共间谍王立强吃饭 然后我薪资什么 25万 26万 然后还做性交易等等 但是没有人说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文章 就他林非凡自己发文的 原始你好像比较清楚 我也没听过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说 林非凡是蔡英文的师生子 我没听过 有没有跟王立强吃饭 我也不记得 但是为什么林非凡他要刻意把这些事情扯出来 因为他比较介意的是有人讲说 他的薪资比部长高 他不是比较介意这件事情 或许他的薪资没有比部长高 因为他应该是比较次长 他次长 大概薪资会比部长少一点点 少一点点 但是没有比部长高 这是事实 可是 可是我觉得 有些人会去质疑林非凡 或者是林非凡 比较怕人家质疑的部分 是在于说 大家觉得你到底有没有 这个资格去领这个钱 因为林非凡以前不是都 一直被人家讲说 9万人家觉得不值 更何况 所以他只要讲到薪水的东西 他就很介意 就会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你们以前还讲我什么 就把全部东西一起拿出来讲 好像他常常被认知作战攻击 那我就看到民进党 他在抢身量 为什么突然这样出来 怕大家把他忘了 这跟沈柏洋做法很像 我觉得林非凡可能 就是真的不爽 人家说他薪水比部长高 因为他就是很介意 别人讲他薪水的东西 去质疑他不值得那个钱 所以他跳出来 可是民进党倒是有打蛇水棍上 就是故意开记者会讲说 这个就是什么中共的认知作战 我是不知道网路上一个假消息 为什么民进党就有证据说 是中共认知作战 那如果是这样讲 网路假设有假消息的话 民进党你们假消息也一大堆 你们民进党发言人 女的那一位 他就说新北市有胃药案 胃毒 这是假消息 那你也是中共同步人吗 当时他还讲说 BNT是中国制 为了要互高端 他也讲过这种假消息 所以假消息当然我觉得不OK 大家讲话还是要以实在为主 可是什么事情都要去扯到认知作战 什么事情都要扯到第五众队 什么在地协作者 这就是故意在利用网红 然后另外就是郑力军 我坦白说我没有听过郑力军 要选新北市长这件事情 但常常被放到民调里头 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 没有看过他在地方活动 也没有看过他在地方活动 我只有看过 只有听说林佑昌有 那我是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吴子佳 他消息来源是哪里 而且他的推论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讲说 新北市长很重要 因为只要民进党拿下来以后 国民党主席就要下台 第一个我们明年主席到底是谁 我们不知道 第二个为什么 谁选都还不一定 我不知道 你意思是说 你也觉得变动很大 很可能会换 就是还不确定是谁 那还不确定是谁 那还不确定是谁的情况之下 吴子佳为什么就判定说 要那个主席下台 对赖清德来说 是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他要拿下新北市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推论很怪 那郑力军就没有听到 而且郑力军跟新北市 没什么渊源 没有渊源 所以他来 新北市人也不太认识他 所以他会赢李四川 我真的大打一个 大打一个问号 我觉得就算是郑力军出来 李四川还是机位比较大 唯一的渊源是跟赖清德很熟 对